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月7日 欢迎收看第四期的妄为独报 我是珍妇 气球事件后 美国各界对中共的对立情绪进一步升级 新一届国会开始后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 7日周二举行首次的群体听证会 也是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后的 首次国会相关听证 题目是中共对美国国防的迫切威胁 两党议员都以间谍气球为例 呼吁要正视中共威胁 美国现在就必须采取一致行动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籍众议员罗杰斯 在开诚词中就直言 中共是美国30年来最大的国安挑战 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 并采取立即行动展开威慑 未来30年对我们的国家来说可能是毁灭性的 它列举了中共军事力量的快速扩张 包括先进的间谍活动 并以上周引发全美关注的 中共间谍气球为例指出 这个气球形同或准穿越了美国一些最敏感的军事地点 他说我们很清楚 那个气球是故意丢失的 作为一种有计划的力量展示 我们必须停止对面临的来自中共的威胁保持天真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们需要现在就采取行动来应对这一威胁 我们需要对正确的能力进行正确的投资 以确保我们的军队能够有效地避开 并在必要时刻击败威胁 委员会民主党籍首席议员史密斯也表示 所有人都承认 中共是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 他说毫无疑问 应对这一威胁的一部分在于军事威慑 从根本上确保中共不会认为 它们能通过动物来实现自身目标 他还说 台湾并不是中共目前声称 动用军队来实现这些目标的唯一地方 我们需要使用外交手段 与盟友一起应对这一威胁 美国无法单靠自己来威慑中共 他还表示 美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美中和平共处的世界 与中共的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司令 海军上将哈里斯在证词中警告 过去五年里 在我看来 几乎每一次地缘战略措施的情况都在恶化 安全环境比我所见过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 动荡和危险 我们正处于我所说的决定性十年 对于去年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 哈里斯认为 其中我会使用对手而不是竞争者这个词 他说 该战略承认 中共是唯一有意图 且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 虽然美国现在与中国在几个重要方面合作良好 但双方在如何处理国际秩序上存在根本分歧 针对台湾议题 哈里斯则强烈支持结束美国应结束战略模糊的政策 并立促委员会全力支持台湾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开启其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后 并开始积极重振中国经济 在政策上 习近平突然采取两个重要转变 仓促地撤回他主张的清零政策 以及寻求缓和与美国紧张的关系 取消清零政策的正面影响将在不久后反映出来 这一举措至少能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供短暂和急剧的体认 但习近平想要寻求缓和与美国紧张的关系 却因中共间谍气球危机而停滞不前 这场争端促使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 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计划中的北京之行 该访问旨在跟进习近平和美国总统拜登 在上年11月G20峰会期间进行的会谈成果 这场危机将有可能会冻结中美之间的外交接触 并加深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析 据金融时报报道 中共坚称这艘飞艇是一艘气象无人驾驶飞艇 是中国一个用于气象研究的气球 然而拜登政府却指出 在过去六年中 中共的间谍气球也曾经过进美国 这表示上周所谓的间谍任务 要么是习近平不顾风险批准的 要么是习近平并不知道的执行这项行动 将要付上的代价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德鲁汤普森说 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是 习近平是否知道这项任务 并下令准许军方执行 以及他是否清楚知道 这项任务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 这是否表明人民解放军在执行这类 政治敏感任务时 没有与党的领导层进行过协调 或者解放军是否在阻碍习近平 为美中关系降温的努力 汤普森说 只要能成功与美国达成和解 都能够帮助习近平扭转 中国停滞不前的经济困局 中国经济在2022年仅增长3% 是1976年以来第二滴的数据 也凸显出习近平主张的清零政策 对中国经济伤害有多大 中共政府正努力应对出口下降 和国内房地产的危机 与此同时 在世界大国之间的科技战争中 美国加大力度去阻碍 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华盛顿对中国实施全面的出口管制 并联合盟友阻止零部件和制造工具的 出口中国 以阻碍中国能够获得先进芯片 因此 习近平必然希望 美国可以减少对中国的经济敌对行动 使中国经济能从大流行中复苏起来 此外 中共过去一直声称对台湾拥有主权 并威胁不排除会议武力夺取台湾 中共如果能够与美国的关系升温 相信也有助于缓和台海的紧张局势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亚洲问题专家 保罗·海恩勒说 很明显 习近平希望至少在短期内 能让中美关系处于更好的基础上 好让他们可以集中精神应对国内的挑战 但他补充说 随着中共间谍气球引起的争端 再加上共和党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 或将访问台湾 这会更加凸显出美中关系极其脆弱的性质 以及有进一步严重恶化的可能性 由于中共掩盖疫情真相 北京真实的死亡数字一直都是一个迷 但社交媒体上近日有网友自述经历 称由于北京去世的老人太多 他们村很多在北京做护工的没了工作 今日头条上经常发表文章的网友赵启军 近日发文讲述 他的老家是甘肃沁阳 村里很多人在北京医院做护工 照顾老年病人 虽然辛苦 但收益不错 很多人用挣的钱在老家盖了新房 买了小车 一般年后正月初六 他们动身去北京 他说 但今年云霄节都到了 他发现很多人还在家 问他们为啥还没去 他们说今年找不上活 好多老人去世了 北京医院护工的需求量锐减 村里人长欲短碳 网友称 真不知道新冠去世了多少老人 竟然影响了我们村的就业 看着村里人着急发愁的样子 我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不知道说什么好 从中共自命为疫害国开始 中国制造就成了骄傲 而中共的国产大飞机C919更是骄傲中的骄傲 据报道 C919原计划今年3月的下秋航机开始 正式投入商业运行 不料突然爆出发动机反推故障 虽然首架C919已交付东方航空 但商业化首航能否成行 买下引用 中国网络热传 东航首架C919客机 2月1日计划运行上海虹桥 北京大新 合肥新桥航班 继续进行100小时验证飞行 但是 在北京大新机场落地时 发生左发反推失效故障 后续到合肥和返回上海的MU7819和MU7820航班取消 C919客机直接从北京大新飞回了上海虹桥机场 航空发动机的反推设备使飞机在落地滑行时 发动机打开挡板 遮挡尾喷口 造成气流方向反转 从而产生反向推力 帮助飞机减速和减少滑行距离 目前 中国经济正从各方面限于衰退 日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称 预计 2023年中国的出口增速将转为负增长 中共官方曾承认出口贸易对经济稳定 就业增长等因素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利益 近两年 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 高达20%到30%以上 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比例越大 一旦下行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等造成的冲击也就越大 中国社科院在报告中称 中国的出口增速将转为负增长 原因是受到国际需求收缩及基数抬升影响 近出口下滑可能会拖累经济增长 报告称 在疫情爆发后的头两年 中国外贸出口取得超预期增长 但受一些经济体货币政策持续收紧等因素的影响 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明显放缓 报告称 随着一些国家的通胀可能较快下行 价格对中国出口额的增长贡献也将趋于下降 报告承认 今年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能转负 有旅美政经评论人士认为 中国社科院所称的出口将负增长实际就是将要下跌 导致下跌的因素很多 报告所提到的通货膨胀下行造成的影响肯定有 实际上 更大的原因是外企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走 此外 中国的人口下降导致劳动力短缺也是一大因素 不只是出口下跌 进口也会相应下跌 中国进口的有一些原材料 它进口加工了以后再出口 在国内挣一个加工费 现在产业链移走了 那么像这种来料加工的一部分进口也会减少 另一部分就是整个经济下行 内需不振 那消费类的产品进口也会下跌 老百姓都没钱了 生活越来越拮据 对高价的外国货的消费也会减少 所以整个的进出口占的比例越大 一旦下跌了对整体经济的冲击 对GDP的冲击也就越大 以上就是今天万维独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大家晚安 我们下期见